哈囉 大家好 我是Loka 各位 你們玩Switch的時候呢 是最喜歡使用Pro手把 或者是比較習慣使用Joycon呢 那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的東西啊 就比較類似這種三期都可以使用到的 Bitim,Tournament,Edit,競技版遊戲控制器 那這支手把有一個比較大的特色啦 就是它可以拆開來使用 也可以接在掌機上面使用 甚至中間這個東西 只要把它兩邊組的上去啊 也可以當成類似Pro手把的方式來使用 好處是在哪裡呢 就是它們的握感會比較雷同一點 等於是你在使用這個掌機模式啦 或者是使用類似Pro手把的方式啦 玩起來整個搖桿的差別啦 握起來的差別啦 都是最類似的感受 這樣真的可以提升你在玩的時候 不管是隨身帶出來 或者是在家裡面玩的時候的 都可以有更相同的這種遊戲體驗 背面的部分呢 有一些特色的介紹 包含裡面的內容物等等的 那它除了有支援到Switch以外 也有支援到iOS跟Android還有PC 另外還有支援到超多的功能 聚集 連發 機械按鍵 貨爾搖桿 RGB 燈效 它全部都有 OK 如同大家所看到這樣子 它的外盒上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圖示 一個是掌機模式的狀態 另外一個呢 是用起來會比較像 Pro手把的握桿那種狀態 當然它的組合方式 比較像Joycon把它組合起來的樣子 但是因為它比較肥大一點 所以握桿會比較好一點 應該是說很有效的提升才對 背面還有側面的部分 也有一些它的特色 包含內容物等等的說明 那接著我們就趕快來打開 看一下裡面的手把真面目 打開之後它的包裝 是使用這樣子的塑膠殼 來把它給裝住 另外呢則是還有一份小小的說明書 那說明書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它會教到一些聚集功能 該怎麼使用等等的 還有像連發功能等等的 這些在裡面 就是比較重要的教學 要稍微看一下 手把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把它拆開來 各位 它的下面還有藏著一條線材 這條的話呢是Type-C 對上USB-A 等於是你在側邊 接那個Switch的底座 也是可以直接使用 還有附上一個小小的十字按鍵 這十字按鍵也小的太可愛了吧 它其實是可以做一個拆下來的使用 原本是圓盤的 那你要做成這一種 比較傳統的十字按鍵方式 也可以 其實組上去 它的凹凸程度變得超凸的 是這樣對嗎 等一下它有防呆啦 因為這裡有防呆 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這樣子裝下去呢 就是OK的狀態 那其實整個十字按鍵 如果裝上去的話 它是會比較凸一點點 按起來的感覺 目前覺得 還不錯 那個搭搭搭的聲音 感受也是不錯的 那如果說你是比較喜歡 像圓盤這種用法的話呢 也可以自己再把它換回去喔 就是總共給你兩種用法 看哪一個按起來會比較好按 那我是覺得圓盤的 其實算蠻習慣的啦 當然十字按鍵 就是一種很經典的用法 早期的一些手把 它的十字按鍵 其實還蠻經典的就是了 按鍵的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喔 它的排列呢 其實跟Joy-Con的排列 是蠻像的 不過有幾個特色啊 就是像這個地方 它是貨搖桿 所以在這個地方 它也做上金屬的感受 整理呢再用起來啊 目前是覺得 還蠻滑順的 然後鬆緊度呢 我覺得 比較偏Q彈一點 稍微緊一點點 跟Joy-Con比起來的話 可能會稍微緊一點點 但是中間其實做成 像金屬的樣子啦 其實是現在蠻多玩家喜歡的 因為它會感覺比較耐用一點 那加上霍爾搖桿啊 就是整體的耐用度 似乎就都會有效提升 這邊也有做上一些繁華的感覺 按鍵這邊則是有減號 然後這裡呢 有Turbo按鍵 跟拍照按鍵 所謂的Turbo按鍵呢 也就是所謂的連點按鍵 另外一邊則是有 加號按鍵跟 A B X Y的按鍵 這裡的搖桿呢 也是霍爾搖桿 而且也是做上金屬的桿子的材質喔 整體來說看起來 整個耐用度會比較有效提升 那這邊有一個首頁鍵 跟所謂的T 一樣是這一邊的連發按鍵 這樣看其實還蠻漂亮的 就一個RGB的燈效在旁邊喔 而且你看它的這個旁邊的 鐵的金屬管的位置 剛好還會反射那個燈效 看起來是蠻漂亮的 機械按鍵的部分啊 則是有這個A B X Y 它是做成機械按鍵的 所以在點起來的時候啊 會跟十字鍵的聲音是不太一樣的 接著是上面有LR跟DRDL的部分 這兩顆按鍵呢 應該說這四顆按鍵才對 也是一樣用成機械按鍵 所以在點起來的聲音 都會有一點不一樣 那上面有個Type-C的充電口 這個還蠻重要的 因為可以同時充兩支的方式 就是在這邊 背面這裡只是有設定聚集鍵的按鍵 跟設定震動的大小的按鍵 還有這個背鍵的部分 也可以自己來做一個功能的搭配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可以拆手把的 它有一個小按鍵在這裡 也要注意一下 它有稍微的把它藏在裡面一點點 拆下來的話呢 裡面也可以看到SR跟SL 所以它也是可以這樣子 單邊來跟大家玩遊戲 例如說像馬利歐賽車 我只要這樣單邊呢 就可以跟大家玩 那整體來說會比較大一點啦 因為你看它的手把 是比較肥一點點的 跟Switch原廠的Jerrycon比起來呢 真的是天差地別 這個就老大哥整個重量級的選手 有沒有超大一格的 當然它在這邊 還有做上一些 紙滑的材質跟紋路 握起來呢 握感應該是會有效提升 整個組合上去 大致上就長得像這樣 好不好 它是比較肥大一點點 這邊的握感呢 是可以提升起來 整個在握 大概背面會像這樣 這邊可以有一個 可以抓握的地方 那上面的話呢 因為是機械按鍵 所以點起來的聲音非常不一樣 包含A B S Y的聲音 也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 它下方這裡啊 還有各自的充電口 也就是說你單邊拆下來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單邊來充 我可以一樣 兩邊把它拆下來之後呢 這時可以分給兩個玩家來玩 那如果說你有比較多的 Type-C孔的話啦 應該就可以兩個這樣子充電 但我自己是建議 要嘛你就接回去 你的Switch上充電 要嘛就是接上這裡來充電 這樣子呢 可以有效的省下 你的Type-C的這個接線 萬一 你單邊手把沒充到 忘記充到 這個時候下面這裡就蠻好用的 因為可以讓你單邊充電 那當然有一個很大的功能啊 就是它還可以接上 你的Switch主機來使用嘛 那我們現在先把它拆下來 裝上我們的Switch主機 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大致上的感受 OK 還可以啦 就一個比較塑膠的聲音 但是我覺得OK OK 就這樣 接上去之後呢 它就整個變大了 整個就是真的非常有效的提升它的大小 因為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是原廠的Joy-Con 原廠的Joy-Con 它的大小真的是很輕薄啦 那老實講 Joy-Con這個好處啊 就是它比較輕 比較小 在攜帶的時候呢 可能更方便 更省空間 可是啊你看它後面 因為它是做平整的 所以在握起來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有一個可以握的地方 像我這樣子 這裡中間啊 全部都是空的 那如果說你是在握這個的話呢 你這樣子握 好不好 它這邊就是飽滿的 握感 抓感 整個會比較好一點 而且你在玩一些比較緊張 比較刺激的遊戲 這樣子握呢 可以有效的 把你的整個主機hold住 當然這樣子變大了 所以你原本的收納包 如果是很合身的那一種啊 可能就沒辦法使用的 所以BITTIN他們也有處理了一個收納包的部分 找像這樣 其實也蠻低調的 就跟它的這個手把配色有一點像 因為它是使用黑色的嘛 這邊有寫一個BITTIN一個B的樣子 拉鍊的部分呢 只是用橘色的 跟這個整個拉鍊的這個 可以握的這個地方 全部都是橘色的 那打開來之後啊 大致上長得像這樣 一樣可以收納卡夾 這邊有10片的卡夾收納空間 那上面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10片的收納空間 等於就可以收納20片 那再打開來呢 下面就可以放switch主機 跟一些周邊的東西等等的 這裡都可以放 好不好 你要帶JECON的啊 或者是帶一些其他充電器等等的 這邊也都可以放 那主機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放下去 它的大小就合了 而且大小合了就算了 這個東西可以蓋上去 它這裡還有一個魔鬼章嘛 魔鬼章可以直接再把它黏起來 當你在打開來的時候呢 不會馬上主機就掉了 這個是安全性的扣袋 等於是它的安全袋的意思 你只要把它放進去 大致上就變成這樣 應該兩邊都可以放吧 我在想 我們再把它翻一邊 放放看 OK這樣子放下去呢 可不可以呢 好像也是可以啦 反正 它的大小應該是都差不多 那上面這裡的話呢 它還有做一個網狀 有拉鍊 這邊可以放一些 線材啦 或者是額外要帶的 遊戲啦 等等的 有些人會放那個 小卡夾放遊戲嘛 那你也可以擺在這裡 要帶出門啊 就會更簡單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拉環 吊環 它是沒有做上面的這個提把 可是這個呢 它一樣也可以 可以直接這樣子 扣過來這 它是給你做成這樣子 可以直接提 有沒有 這樣子就可以直接提走 那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呢 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就變成這樣 單邊的提把 這樣子 蠻方便的啦 就是做著一個 小薄薄的樣子 欸 這個角度也蠻特別的 它居然可以直接擺著 我後面的支架 是完全沒開的 居然有一個角度 可以直接擺著 不過推薦不要這樣子用 那等一下呢 我們要直接來做一個連線 就是讓SOBA跟這台主機呢 做一個連通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直接接上去 這樣子呢 我們把它開完之後 欸 它就會做一個登錄了 那登錄完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了 OK 這樣超簡單的 你就是把它接上掌機的位置 直接打開 直接使用 那兩邊的話 現在就長得像這樣 其實這邊的RGB 也有啦 它一開始都是 橘色的狀態喔 還蠻不錯的 因為我覺得橘色跟黑色的搭配啊 算是蠻跳的 當然這個可以做一些調整 那首先這樣子堆完屏之後呢 我們把它拔下來 OK 因為它有支援到一些功能啊 是拔下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拔完之後呢 我們先把它主機關掉 OK 這樣是進入休眠狀態來 也不能說全部關掉 那因為它有支援到 這個喚醒功能 所以我們就給它按一下 試試看 OK 這樣子呢 就直接喚醒了 所以它是有支援到 喚醒的這個功能喔 接著我們來試一下 連發的部分 因為它的T鍵啊 其實兩邊都有 那這T鍵呢 除了有連發功能以外 也還有其他的功能 我們先試一下 左邊這個連發好了 首先按住T鍵 然後再按住B 然後這樣子呢 就可以做單次的連發 這個是沒有自動的 所以我們按下B鍵呢 它就會自動一直做跳躍 有沒有 這個是它的連發功能 放開就沒有了 那第二次呢 假設我們再按一次T鍵 再按一次 同一個按鍵 它就會變成自動連發 那這個自動連發呢 也會有段數可以做設置 它可以分別有每秒5次 每秒12次 跟每秒20次 越跳可以越快 那在設置的時候呢 其實它的左邊是設置 左邊 右邊是設置 右邊 也就是說呢 這顆T鍵 是設置這一邊的 這顆T鍵呢 就是設置這一邊的 那我們只要把T鍵呢 按住5秒鐘 它就可以取消所有的 Turbo 我們把它直接按住 OK這樣子就取消掉了 再來是後面這裡啊 也有一個震動強弱可以設置的 那總共有5段可以設置 關閉 還有30% 50% 70% 跟100% 如果說你想要更強一點 或者你不想要有震動的感覺 你都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強弱的調整 按一下呢 就可以很直覺的直接做 然後它會震一次 讓你感受到這個強度 是多少 或者是停掉 所以你每次在按呢 每次就會有不同的震動感受 噴光的部分啊 反正就比較簡單一點的 像它只可以按住T鍵 有沒有 按住T鍵之後 然後把這一個L3或者是R3 各自一邊要各自做設置 像我這樣子按住T鍵 然後按它 有沒有 按下去之後它就變色 變紅的了 然後再按一次 又變色了 再按一次 又變藍的 它有橘色 紅色 黃色 藍色 綠色 紫色 白色 跟各著彩色 噢 叫幻彩啦 它可以有很多顏色 這個就是所謂的 幻彩了 它有不同的顏色在上面 然後如果是按兩下呢 它就會變成呼吸狀態 噢 像這樣 它就會變成呼吸燈 有沒有 那我這邊要呼吸燈 另外一邊也可以各自再調一下 那這樣子這邊再呼吸 這邊的話就沒有了 那當然我也可以把它關掉啦 有沒有 這樣子就把這個RGB的燈效關掉 陀螺儀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在斯普拉頓裡面 跟著我的手把呢 其實它有支援到陀螺儀 如果你是有玩到需要陀螺儀的遊戲 基本上用這一款手把 也是可以很簡單的去用到 我現在的這個畫面 看起來真的有個小的 但是它就是有支援到陀螺儀啦 所以在瞄準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輔助 有沒有 一些 細微的瞄準 它可以做一個 小小的輔助這樣子 一樣做一下這個 類比搖桿的 稍微測試一下 這個測試一下我們的 左類比 這個輕輕推的感覺有沒有 穩定度非常好 當然你要到外圍這樣子去拉一圈 穩定度也是非常OK的 那我們換成另外一邊 換成這邊的 也來測試一下 OK 那我們一樣這樣子 近距離的推 它的盲點應該是 幾乎沒有才對 非常的小 精準度還不錯 你看它整個穩定度非常好 然後我這樣拉到外圍一點 拉一圈 有沒有 整個精準度是非常好的 聚集按鍵啊 那就是使用後面這個M鍵 按下去之後 它的前面這裡會呈現四顆藍色的 然後就輸入你要的一整組 或是單顆按鍵 再按一次 然後它就會回到一顆藍燈的狀態 那這個樣子它就會記錄你的聚集 那聚集的話它也有連發聚集 所以這一塊大家可以看一下說明書去做操作 當然它這組手法是沒有支援到NFC的 所以也就沒有辦法去掃我們的Amiibo 還有一個小狀況 就是手把沒拆 你要接近底座 假設旁邊呢是有用一條線材接在這裡的 那它就會裝不下去 除非你把線材拔掉 或者是把手把先卸掉 好啦結果又跑來玩奇瓜遊戲喔 我真是覺得這個遊戲啦 是蠻簡單又好玩的 OK我來聊一下心得的部分 首先啊我覺得 速大就是美 按鍵大真的也會比較好按 雖然說它也是有一些小小的缺點 就是像在收納的時候啊 如果你沒有帶他們的包的話 應該就會比較大比較難收 那整個方便程度 攜帶程度呢也會稍微降低 不過以最近的掌跡來講啊 其實也越做越大台啦 所以其實這樣握起來呢 因為它的手把重量本身也沒有到很重 提升的握感啊 是很有效的 很大幅度的 可是啊整個不便感 我是覺得還好 而且放在旁邊 它也是一樣這樣就可以直接擺著 不會說什麼 不好擺的樣子 那按鍵比較大 我覺得真的在按啊 是差蠻多的 因為這個有止滑嘛 那你整個在移動的過程當中啊 包含像玩七彈 斯波拉盾的時候 它就是需要這一種 比較能夠穩固的 讓我們的手指頭在上面 快速移動 那還有就是這個 比較大一點的ZR按鍵 它也很重要 因為玩一些射擊遊戲啊 它很容易就是一個 發射的這個功能鍵 那這邊的話 可能就是一個瞄準鍵 這兩顆按鍵啊 我覺得比較大一點的話 好處真的就是 你在按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失誤 那另外就是 我自己在用掌機模式玩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喔 真的是私心的感受 就是機械按鍵 這種聲音 欸聽起來其實有點迷人耶 可能跟大家在敲那個 機械鍵盤有沒有 就是那種什麼軸什麼軸的 你敲起來會有不同的聲音 尤其我在玩斯波拉盾的時候 會大量使用到這個 那這個有一種 蠻陶醉的感覺就是了 整體用起來是感覺還不錯啦 主要就是可以三期使用 它可以用成掌機 用成一半的方式 也可以接上這個 讓它變成類似Pro手把的感覺 如果對這支手把有興趣的朋友啊 下方說明欄裡面會有連結 相關的說明跟更詳細的規格 也會在裡面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Roka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